美联储加息对美债和房市的影响巨大 澳洲是否也会一样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栏目 我是Emarina 星期时间3月17日清晨5点 美联储公布3月货币政策决议 会议当天美联储宣布上调利率目标区间 25个基点到0.25%和0.5%之间 并为超预期鹰派的一下子上涨50个基点 会议声明中鲍威尔表示 由于通胀压力和俄乌冲突导致的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 缩表的决策将取决于数据的表现 但最快会在5月公布缩表计划 电阵图显示2022年将加息7次 2023年再次加息3-4次 2024年将停止加息 回顾美国从90年代末开始的八轮加息 每次加息的幅度在175基点到1530基点不等 加息持续时间在11个月到50个月之间 每一轮加息的表现都不太一样 然而每次的加息 美债一定是大家会关注的点 上周因美国加息导致的债券熊市来临 投资者们纷纷抛售美债 美债收益率上涨至创世纪水平 随着美国加息周期的又一次到来 美债收益率飙升至2.5% 而美国政府债券的回报率创下 自上世纪中以来的最差回报 与此同时利率的上升也使得 美国的楼市出现了降温的迹象 其实利率的上升除了会导致金融产品的价格波动变化以外 对于普通人来讲 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房子的可负担性和房贷利率 美联储近段时间的加息导致美国的房贷利率飙升至5% 准备贷款买房的买家、还贷者以及租客这三方苦不看言 利率的上升导致一些潜在的买家不再具有足够的贷款 还贷者们则面临着每月更高的房贷比例 随着利率的上涨 美国的租金以极其恐怖的速度飙升 疫情后 民众对房市的热情也开始逐渐退散了 夺方经济学家也表示 也开始下调房产销售数据 澳洲方面澳联储RBA也表示在2022年加息是有可能的 对此CBA预测澳洲房市大约会有9%的下降 对澳洲的房市受到加息的影响的程度 您是怎么看的呢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